嗨啊咧 我跟媽媽說,秋川啊 我這個皇帝的名字已經當我召名了 這麼多聽眾朋友拍來找我的時候 都說我是皇帝啦 不然當時有聽眾朋友在跟秋川的建議 跟我說笑話的時候說笑話 盡量不要教孩子大小 不要說到這樣帶到那個黃色 但是我一個公出這個聽眾的建議 好,很多富裕朋友拍來 都帶孩子拍來,沒有人拍來得多 他們都公認說秋川是皇帝 我先跟我說的帶有色的笑話 但是他們說如果沒聽到會痛苦 他說最近都沒聽秋川在說,聽到會痛苦 有的聽說有跟我說 秋川說笑話,沒關係 不要緊啦 我早就知道說 有人會這樣給我歡迎 也是有人會愛聽 因為 屬於中這缺位參加一些黃的結果好 我覺得是說不要下流就好 不要說到沒人敢聽就好 時代不一樣了 以前的人把黃色當作是嚴重的 會當油骨粉 結果外表好看來 底下色情你要看一大堆 我認識說有時候 像過頭這樣道貌岸然 一直在勤,店頭翻好過 阿田友給我的建議,秋川會注意 盡量不要說黃色的 我們說黑色的,說紅色的,說白色的 都沒關係就對了 非常感謝 有一個阿三哥 打電話說 好,秋川我都固定 在你那邊 我跟他說這句話 如果打來 剛才做音聽到 這樣說就很抱歉 跟秋川說是沒關係 你如果對小姐說 秋川我每天都固定在你那邊 他固定在你那邊 這種話都有語病 所以你如果不說清楚 他對象又不分 有時候會想五歲 說你吃人的豆腐 你同性騷擾 所以三哥要注意 你跟秋川說 秋川我每天都固定在你那邊 沒關係 但是如果小姐接電話 你就不可以這樣說 大家好朋友 感謝你們的收聽 我們台灣有一句 小語說 紙麥做冬菜 快掰 說紙麥做冬菜 就快掰 那麼另外 有一句說 如果要掰紙麥 就說嫁紅菜 古早時代 因為都大家族 紙麥 像我嫁工一口罩 做冬菜 因為紙麥做冬菜 所以好相照顧 這是真好 但是這個水和紙 到底幾個都會收工 最接近而已 做那幾個都會幾點的欺客 以前如果不合 油 又不可以 現在說不合 一個人一家台 冬菜 跟他住 以前因為大家庭 裡面大小分 很清澈 一桌油打雞 我做煮 不像現在這樣 所以古早 不可以這麼自由 這個冬菜 如果不合 就難過了 冬菜 如果不合 就高心道閣 你精瓦斷 三位無中生優 以前人家說 家賀萬事兴 家賀不合 就萬事兴 所以有這句話 說紙麥 如果做冬菜 就快掰 如果要掰紙麥 就公家 同一個紅菜